俗话说,早餐是最能体现一个地方地域特色的集成物 山东的早餐多以粥、汤、面食为主 咸口且或浓或淡的汤配上包子、油条 美好的一天便从这一顿早餐开始了 撒,字典里读生或散 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撒 是用牛肉或鸡羊肉的骨汤配以麦仁、面粉熬制而成 喝的时候在碗里打散一颗鸡蛋 舀上一碗撒,蛋花在白汤中翻滚 随手滴上几滴麻油,撒上一座香菜末 一碗撒汤就大功告成了 热滚滚烧开的撒汤味道最为鲜美 不管是桌上、散子、咸菜还是油条包子都极其合适 早餐之味,它是人间暖心的第一味 也是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那一味 出门在外、在忙,也记得要吃早饭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